大家早安 我是文元老师 先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昨天的美国股市因为修饰的关系 所以波动并不太大 台北的一个台子期的夜盘 昨天上涨了30点 夜盘小涨30点 所以今天的台北股市 延续着昨天强劲的力道 有没有机会继续涨呢 昨天的红准 红海 联发科 这些股票还有没有机会续墙攻坚 都会在今天节目跟大家来做分享 好 我们来看一下图卡 当然今天早上的盘前发文 跟大家讲了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每一天的早上 我们的粉丝都很期待 魏玉老师今天又选出了什么样的股票 今天又看到了什么样的行情 我想大家都引颈期盼 非常的期待 也就是说大家最近 对于魏玉老师这个关注度相当的高 因为我们为什么 每天在早盘的盘前盘中 以及盘后 我们都会在Lite上面写文章 让所有的投资好朋友做参考 而且我们是事先预告 事后验证 各位对不对 当然我们今天就要预告一下 今天的盘面会怎么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盘 早上5点56分 就发出来给所有的Lite的粉丝好友 今天早上我讲什么 台股再创高 聚焦AI概念股 各位你有没有发觉 我们真的比别人领先在前面 我们是不是早在两个礼拜之前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你要看AI 其他都不用看 有没有 两个礼拜前 当我们航运股操作完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只要注意AI股票就好 其他都不用看 今天完全验证 说温老师你这么厉害 你连黄仁迅会提早来 你都算出来了 坦白讲 我也不知道他会提早来 但是我能够知道 AI股票 电子股票会先涨 我相信这才是投资朋友想要的 黄仁迅的私人行程 这个我没有办法干预 可是我可以知道 什么股票会涨 事先告诉大家 我是不是两个礼拜前 就请你干嘛 请你把资金全部从 飞电充 船产充 航运全部转出来 全部去做什么 去操作电子股票 全部去操作AI股票 完全验证 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在台北股市 开高走高 再创新高 其实技术面上面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技术面短线乖离过大 正乖离是4.03 跟这个20日的月均线 稍微拉得开一点点 那当然你会发觉 昨天好像很多股票 市场上面满愿意去拉台的 为什么 因为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休市 没有什么太大的干扰因素 所以大家比较敢去拉台 比较敢去留仓 拼今天的行情 可是今天你就要注意 开高的时候你还要追吗 不见得 有些股票开高之后 你就不需要干嘛 过度做追加的动作 反而是找什么 基期刚发动的 这才是重点 我们一直跟各位想 股票你要找刚发动的 不论基期相对高 中阶 低阶 都一样 我们要找刚发动的 这个你的胜算才会大 好 所以你看 AI盖内股 最新成为什么 电子盘面主 包含散热机壳 AIPC 细光子 机器人 半导体 等等的 那你操作怎么做呢 很简单 沿着五日均线做就可以了 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你做起来 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什么 问题 那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我们的LINE上面都会写 尤其是什么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盘前你注意什么股票 盘中你又要注意什么股票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 这个LINE账号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多做利用 先做加入 对大家 每天的操作 我相信一定都会有帮助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支撑点看哪里 看21248 高点向 21,800到22,000做挑战 这个看法没有变 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礼拜一 我是不是就跟各位讲 高点往哪里挑战 21,800 我是不是说快就看 快的话 可能这一两天就会看到 哎呀 昨天真的看到了 21,800 再创新高 那本周的目标就是22,000 没有太大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悬念 因为美股 美股昨天修饰 所以今天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你不能够预期指数 又会再大涨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昨天已经大涨 第二个 美股修饰 所以你不能够预期 今天指数又要大喷发 这个本来就有问题 本来就有难度 所以今天会呈现什么 中小型股的轮动轮涨 为主轴格局 电子AI为主 这样了解吗 盘面的结构 我都跟你解得非常清楚 以这个中小型股 个股表现为主 好 那再来我们看 台股的精选标的 续墙股票有哪一些 续墙股票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它已经转强了 那继续再涨 后面你就注意它的续航力 以及波段式的操作 那不管是谁 不管联军 IKKA 顶天 维辛 华星光 帽伦 我们列了三档股票 简单做个说明 这三档股票办了谁 联军 顶天 华星光 联军是什么 代工矽光子 跟矽光子的制程 跟相关元件的产品 最近很强 涨了两根的涨停板 这档股票投票 我们绝对也不是今天才跟你讲 你看一下 3450的联军 各位投票 这档股票我们在LINE的文章上面 其实也写了好多天了 而且之前还没有大涨 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已经两根了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这行情可不可以操作 当然可以操作啦 你看3306的顶天 昨天也开始表态 AI的摄影镜头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以及驾驶者的监控系统 它是立足在广达集团旗下的 所以这个可以留意 另外像华星光 这个我们也讲很久 华星光产品主要运用什么 5G传输跟AI资料中心 好各位 昨天的4979华星光 你看又创新高了 对不对 大家都赚钱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你看联军也是 3450 是不是大家都赚钱 大家都赚钱 真的是很happy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说会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因为盘面 你只要选对股票 你只要选对族群 其实都很好赚 所以我跟各位讲 来这三档股票是续墙股票 那再来呢 刚转强的股票有哪一些 这也是重点 来刚转强的股票有哪一些 秦城 河村 红准 这个就重点了 因为红准很久没动了 昨天开始动 主要是因为市场上面是传出来 它跟机器人有关 可是根据红准的说法 他们是主要受惠在什么 AI伺服器跟车用上面 当然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题材 不管怎么样市场总是买单 就是买单了嘛 对 红准夺链大涨 联发科 创下历史高 2401的林洋 另外这三档股票 我们就特别抓出来说明一下 8210的秦城 已经正式出货给辉达 GB200的机种 EU 2U就是伺服器柜子的数量 目前在开发4U的机箱 渴望在Computex上 就是在电脑展当中 做一个展出的动作 另外 68U的河村 受惠这个机器人的商机 昨天也是供到亮灯涨停板 也是恭喜大家都赚钱 所以各位投票你看 亮灯涨停板 恭喜大家都赚钱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6215的河村 再来2354的红准 AI伺服器比电需求都成长 对工业的营运有利 因为最近这一波 还有AIPC AIPC 伺服器 机器人 散热机壳 其实你看主轴 不就是这些吗 那这些是不是 欧文老师提早都跟你讲 所以你们发觉 我们每天的 盘前盘中盘后的 这些标普战包 其实我们对盘面的 掌握度很高 你有没有注意到 每一档标股 我们都不会露结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紧盯着盘 每一个结构的变化 每一个资金的流向 我都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为什么 我们能够在两个礼拜前 告诉你 航运股 对不对 虽然它现在还是维持在高档 可是如果你适时把资金做转换 你最少最少 还可以赚超过30%以上 各位你了解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一波一波的转换 我觉得对大家的操作 才会有直接帮助 而不是说我们苦手寒咬18年 对不对 股票买了到底什么时候会涨 没有人知道 那这样其实我觉得 对你的帮助就不大 我们要是什么 它刚转墙的时候 买进去 我们要它马上有所表现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这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各位投入朋友 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 再来突破平台区的 就是说它整理很久 或是云湖底打出来的 那有什么股票 比如说像光宝科 万债 中光电 亚信 台达电 我们列了三档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包含像光宝科 光宝科我觉得这档股票就很神奇 之前被00940剔除 反而大涨 这是蛮讽刺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涨总是好事 代表什么 代表之前买的人有机会几套 所以它题材是什么 AIPC下半年 主要用到什么 一人机柜的电源供应器 5月会做一个送样的动作 4543的万债 热交换器模组 跟机电冷却模组 这个也是运用在AI的散热 537的中光电 比较偏向什么 机器人跟无人机军工的题材 中光电智能机器人 取得军用商规的 无人机的相关的订单 都已经取得了 所以这个是突破平台区 什么叫突破平台区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看2301的光宝科 好 光宝科 这叫突破平台区 之前这一段跌得很深 慢慢这个U型底 圆弧底 这次慢慢打起来了 然后3169的亚信 这也是圆弧底 慢慢慢慢地打起来 突破这个平台的区域 这个叫突破平台区 这是短线上面 开始有转强的股票 另外像2308的台达电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这也是整理一段时间 慢慢慢慢地上来 这些股票你会发觉 其实都会跟AI有关系 好 再来高档强势整理的 这些股票真的就是 葳葳老师我跟你讲 超过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上的 真的是超级强的股票 大家都赚钱 你看 索罗门 振威 银廣 昆银 广运 蒙利 各位这几档哪一档不飙 通通都很飙 各位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机器人 这里面大部分的族群 都跟机器人有关 所以其实你会发觉 这一波台北股市当中 最强的叫做机器人 我们是不是领先 跟各位做掌握 它的涨幅比AIPC还要强 你会发觉 你看嘛 光是这个代表的股票 2359索罗门 各位投票 我们是不是每天跟你追踪 对不对 每天追踪 就算它跌 我继续跟你追踪 对不对 我们每天追踪 这个行情 还是蛮大有可为 这是今天的盘前的相关发文 所以你想知道 整个完整的讯息 我们在Lite文章上面都会写 因为我每天会在上节目之前 把所有相关的内容 汇整好 然后发文发出去 那你在Lite上面 就能够看到了 好吧 来 所以回过头来 台北股市昨天涨了238点 那我刚才有讲嘛 今天你不能够期待指数会大涨特涨 这个本来就不太可能 但是个股的表现 你就要好好把握 个股转换的换股的节奏跟动作 各位也要好好把握 因为你会发觉 你现在手上持有的股票 不见得是什么 不见得是第一个 不见得是AI股票 第二个 就算你是电子股 也不一定是对的股票 不一定是强势股 你有可能手上是弱势股票 你有可能手上股票 是本益比很高的 你有可能是营收不好的 经过修正的 你不小心追高的 很多种类 所以你要适时的进行换股的调整 把你的组合 投资组合的阵容调整好 你有没有注意到 国瑜老师的阵容就是这些 我们就坚守我的阵容 是不是就这些 对不对 你有发觉 其实我跟你讲股票就是这些 为什么 因为这些最强 我讲过嘛 我们要做是最强的股票 最标的股票 各位朋友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来 这是昨天的盘前发文 我跟各位讲 我们的light到底值不值得大家留意 大家看我们的文章 我为什么 我每天写文章 你值不值得看 你看我昨天早上 一样5点55分56分 我跟各位讲什么 昨天的盘前发文 我跟你讲 多头 今天人是多头 我讲的今天就是昨天 人是多头 有机会怎么样 开高震荡走高 资金看谁 资金看AI半导体 然后我昨天是不是就跟你讲 直接挑战21,800 所有粉丝通通帮我做见证 我们是不是事先讲在前面 证据都在这里 各位对不对 都事先讲 都事先讲 来 那再来你看 大盘 昨天是不是再算新高 那我刚才有讲嘛 你现在就留意 因为它的乖里 拉得比较开一点 比较大一点点 这无可厚非 因为一直涨嘛 对不对 那涨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今天的策略是什么 你就要选了什么 刚发动的股票 你不要选那个已经涨 已经五成了 涨六成 像我们之前 跟你讲过那么多股票 什么震威 索罗门 银广 这些 这些你在追 我也不是很建议的 可是他们强不强 还是超级强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继续再看 来 像昨天我跟你讲的 这些转强的股票 齐阳 达兴材料 IKKA 魏华科 等等这些股票 然后打底完成的 这都是昨天早上 我跟你讲 昨天同一时间 一样 早上八点钟 大概八点十几分 我跟你讲这些事情 零通 注意零通 华兴光 微星 各位投票 有没有 高档强势整理 索罗门 震威 银广 然后昆宁 等等的 那你看 昨天联军是不是涨停 IKKA 也是涨停 零通 涨停 微星大涨 八点八二 来你注意看 这是我昨天开盘前 我就写在上面 我不是盘后才讲 投票 你要注意 我不是盘后讲 我开盘前 就讲 而且甚至是 早上的五点 五点多 我就讲了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对于 行情的把握度 我们对于 产业研究的深度 跟我们对于 肋骨轮动的节奏 都能够精准地掌握 好 所以投票 你看一下 这是相关的股票 再来 昆银 公道涨停 蒙利 涨停 华欣光是不是创高 一样 大家赚钱 茂伦 公道涨停 这个是开始已经发动 这些相关的股票 广运 创新高 不过广运 我还是觉得 因为他昨天公告 四月份营收 四月份字节EPS 好像亏一点点 还是赚一点点 反正就是 不赚不赔 那种临界点 这个短线上面就不追了 这再追 我也推荐不下去 说真的 好 齐阳 昨天创新高 郑威创新高 银广创新高 这答案都非常清楚 了解吗 再来 索罗门 昨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可是 你有没有发觉 很多人这一波 真的被嘎爆 五月七号 你记得吗 我当天发文 我跟你讲什么 我们light文章 我跟你讲什么 破月线之后 马上涨停 验证我的看法 不要看他 破月线你就卖出 不要看他 破月线你就看空 很多人在九十几块 一百块去空索罗门 就说这股票 获利又没有很好 对不对 怎么可能会涨 那你看 从五月七号 我跟你讲 我们就算一百块好了 今天多少 一百八 从五月七号到五月二十七号 才二十天的时间而已 他已经翻倍了 从九十块涨到一百八十块 头没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 真的 所以我说 为什么最强最标的股票 你都可以看 威老师的light 上面绝对不会错过 绝对不会错过 你看 五月二十七号联发科 联发科昨天刷新高 一千三百一十块 对 也是恭喜大家 联发科 工上涨停 盘中工涨停 创下了波段新高 各位对不对 这很开心 股价大涨 我觉得都是好事 涨大都赚钱都很棒 都很棒 你看盘中的发文 所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就来验证 昨天我们盘中讲了什么 有没有涨 对不对 以及等一下 你要注意什么 相关的股票 好不好 想留意相关讯息的话 等一下 回来继续再讲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每天盘前盘中盘后的相关发文 我们都会在light上面 跟所有的投资好朋友做分享 所以账号在这边 大家可以多做参考 另外也可以用手机的照相模式 你把手机拿出来 因为可能有一些长辈 可能觉得这个输入 不太会输入 或者是可能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没关系 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你把手机现在把它拿出来 照相的相机模式打开 扫描哪里 你就拍这个地方 拍这个QR Code 稍微有一点点距离 稍微对一下 稍微对一下 它扫描到的时候 就会跑出一条讯息 你把它点进去 就可以加入了 很简单 这个地方 QR Code 记得做一个扫描的动作 都可以 如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弄的话 或是没有办法加的话 都可以拨电话进来问 OK 先跟大家来讲 来 我们再回到图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联发科创下 新高1310块了 这股价相当相当的漂亮 很漂亮 股价出现了波段式的一个大涨 好 所以再来怎么看呢 来投票 来 你看看昨天 昨天的盘中 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尾盘的资金 你要留意谁 昨天 昨天盘中 我们跟各位讲 留意广名 昆厂 具有科技 凌阳创新 红翼股 留意这几档股票 包含像广名 他的旗下达名机器人 有内建视觉跟AI技术 昆厂代理联发科的家族晶片 具有科系 76奈米等高阶制程的NRE制程 开始收入开始进来了 那你看一下 这些股票 这是昨天盘中 我发给所有的 LINE上面的好朋友 你看到的东西 广名 攻到涨停 昆厂 尾盘攻到涨停 红翼股 大涨8.38% 具有科 尾盘也是涨停班 所以就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我们盘中的发文 各位同学们 如果 好了 就讲说 假设你做短线 你做短一点 你做当充的 你做隔日充的 其实那个空间 利润都很大 你知道吗 做波段的 你就可以参考什么 参考我们手上 有一些盖盘的股票 或者是说 各位 或者说我每天跟你讲的 蓄墙股票 你看索罗门涨成这样子 广名是不是创新高 还有谁 银广 蒙利 是不是很多 这些股票表现都很强性 所以你看广名 短线的一个获利已经到了多少 38%了 不错吧 所以我为什么最早最早 跟你讲机器人 盖链股是谁 就是我 谁最早告诉你机器人 会是未来台北股市的焦点所在 就是我 所以你看 后面我们的文章 你就要特别去做留意 因为我们每一天会把盘面抽丝剥茧 会把盘面你最需要注意的事情告诉大家 因为我相信 投资朋友在看分析师的节目 你想知道一件事情而已 我问老师今天会涨会跌 今天什么股票会涨呢 明天什么股票会涨 下个礼拜什么股票会涨 你想知道 其实很单纯就是这样 我会尽我的权利 让各位了解 所以你看一下 比如说这档股票 昨天有给各位盖一下 那我说所有的标股 我跟各位讲 所有的标股 它涨的样子都一模模一样样 它要大涨之前 它要喷出连三根五根涨领满之前 一定会涨这个样子 量增加 千张大户增加 新价限翻多 KD翻多 融资增加 MACD翻多 分公司交易加速提升 至少是九成以上 外资买进 投信买进 法人买进 主力进场 散户出场 筹码集中度提高 出现这种样子 各位 你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的盖牌股票 如果你想参与的 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朋友 来 比如说这档股票 各位对不对 这档股票 昨天我们进场 马上涨停 各位 机器人相关概念股 所以我们其实盘中 我们都准备好了 这些相关的内容 怎么操作 策略怎么拟定 其实我们都想好了 那就等各位 好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来 这个是股价 今天表现非常 昨天 很强势 很快就攻上涨停板了 那再来你看 5月24号 上个礼拜五吧 上个礼拜五的盘中发文 我跟各位讲什么 盘中我注意 我请你注意像 盛阳办 明玉 魏华科 泰塑系统 那你看这些股票 礼拜五 我们是来验证一下 我们过去跟大家预测的 有没有验证 所以我们不断地预测 不断地验证 不断地预测 不断地验证 我相信这个几乎没有分析 是敢做这样的事情 各位同学 我每天是接受 这么大的挑战 每天都这样跟你讲 每天跟着预测 每天跟各位验证 各位同学们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些股票 是不是要大涨 再来 5月23号的盘前发文 我就跟你讲谁 我就跟你讲郑威 跟你讲什么 讲银广 深阳办导体 你注意看 广明跟联军 跟联军 我是不是5月23号我就写了 法人埋进 5月23号 这是上个礼拜四的事情 你看广明 你看广明跟联军 今天股价的走势在哪里 3450联军 6188广明 你看他们的走势 真的是很厉害 好不好 所以你想知道 更多更多相关的资讯的话 我觉得股票操作 其实你需要个坚强的团队 来陪伴大家 好不好 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 欢迎各位做个联系 祝大家操作顺利 段大线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